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宝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介绍了一个重点 知识 使用PDO的预处理执行语字 对不对 但是咱只讲了一个概念原理 对吧 学习原理比学习语字还重要 咱两个都会更好了 对不对 我们这几个就看一下怎么实施这种预处理 对吧 预处理咱们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一个对象 也就是咱学PDO一共涉及到两个类 一个是PDO这个类 对吧 这一方法咱们前面讲过了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这个预处理 看到了吗 这个类 而这个类里面有构造方法吗 没有构造方法 那我们就不是用new的方式创建这个对象 对不对 那我们该如何创建这个对象呢 看一下 前面记不记得讲QEY这个方法的时候 对不对 这个方法返回来的是不是就那种对象 对不对 可以处理结果集用这个对不对 但是拿手上它准备语字更重要 对吧 所以它不用这个 咱们用另外一个PDO对象中的一个方法 叫这个PRE PARE 这个方法 这个单词的意思什么意思 是不是准备的意思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它的意思就是准备一个四个语句 记得是准备QEY是执行 听懂吗 它只是准备好一个语句 这个语句放到这里边的语句 它就会放在服务器那干嘛呀 给我们保存好 编一完在这等着 明白这意思吗 比如说 我原来用这条语句 这些先删掉 这上哪个的 比如咱看一下 前面咱讲过的支点是使用QEXVC 咱先这样 QEY 执行一下 S E R E C T Select 系统 problem 从User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它直接把发生到数据库管理系统并告它执行 对不对 现在我们不用这种方式了 这是原来的 这是原来的直接执行的 是给数据库管理系统并直接执行 是这样的情况吧 现在咱们不用这个了 如果我用这个 你看一下 PTO 里边 P E R E P A R E 准备 里边我还是写这样的语句 from users 看了吗 还是写这样的语句 那这个语句只是怎么着 只是将这个语句放到服务器上 这个得是数据库系统啊 数据库管理系统上 只是放到这上面 对不对 然后编译后 等待 没有执行 就什么 就先乱滚上了 然后我告他执行 他就执行一次 我可以告他执行两次 他就执行两次 明白这意思吧 那我们就需要还有一个语句配合 这只是告他执行 那告他执行准备完语句反回来就是什么 看一下 反回来的是不是这个对象 对吧 那我们直接怎么办 用一个变量STMT 我假设用这个接受 那这个对象是什么对象 我们看一下 来 我们运行一下 是不是这个对象 与君是这个对不对 对 那当然了 这个现在只是这个对象而已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今天有语句执行了吗 对 没执行 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执行的过程 两步才能完成 执行 上边在数据库系统中准备好的语句 那怎么执行呢 我们就得来找 既然反映这个对象 对不对 也就是说把这个语句 由 按照前面图 由客户的已经发到服务去的 已经编译完 跟着等着呢 对不对 偷着它执行就行了 怎么偷着它执行 看一下 我们系统里边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 这是PTO对象 是不是对对象里边 你看 哪个方法是执行的 有没有 EXE CUT 参入是可选的 反而是布尔兴执行成功失败 对不对 所以直接用这个对象里的 EXE CUT 这个就可以交易者执行 如果想执行两次 是不是就两次了 对吧 这就可以了 当然用查询语句我们还得处理结果就麻烦 对不对 我一会改成插入语句 那我先把原来的数据我删掉 这样能看得清楚一点 对吧 嗯 买CUT -H LOG HOST -U ROOT -P 123456 然后进来 USEC POP 这个库里边 对吧 然后 SHOW Tables 是不是有User的表 对 DERET 删除 from User 这个再查看一下 形容 from User 设计 Use E S 是不是就没有数据了 嗯 我让我们写错了 是不是为空的对不对 对 那我们这回 我不用查语句 这给咱看出效果 我插入语句 你看 insert insert 对吧 插代表 User 我插这里边的 密码 用户和密码 用户 密码 年龄 性别 email 对吧 微留职 这里边随便写个 AA 密码 12345 对吧 然后年龄 10岁 性别 NV email A Chair B.com 就随便写的一条 对不对 你看 我这会儿只是准备一句 我如果运行一下它 我不执行 你看一下 数据库里边 现在是没有数据 我不执行 刷新一下 数据库里边 有数据吗 没有数据对不对 如果我这又换成ES17 是不是数据库就有数据了 对不对 现在是没有数据 那怎么样 我刚才有数据你看 我一来你看到下 我连执行两次 对吧 就告诉这条 我就是执行两次 当然我这还没运行的 对吧 刷新一下 看我保存保存了 对吧 刷新一下 我只刷新一次 对不对 你就是有错 我 这块应该是 name 好吧 因为它执行 都是才发生的地方 然后我刷新一下 没错了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话 是不是有两条记录 对吧 说明执行两次 同样的一条尾军 它执行两次 如果这执行十次呢 是不是执行这么多次 同样一条尾军 身边的执行这么多次 所以是不是在服务团 准备的是一个 你可以告他执行 他就执行 如果连续是发送的十次呢 是不是在编译十次 效率低 那我先再刷新一下 你看一下 刷新一下 你再看一下 是不是有这么多条记录 嗯 能理解这个准备语句 是什么意思了吧 是分开的好处啊 对 分开的话 你执行多次的话 一条尾军会被执行多次 他只有一条尾军被编译 对吧 这是一个过程 当然我现在用一个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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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一份 一点 执行一队 那他说了这种执行 如果你在这边放的还是变量 有没有可能被别人注入 不 帮我编量 达到下 pose 对不对 有可能是被别人 怎么着 通定参数 把这条语句 是不是改完之后 发到复旗编译了 对 所以 存值一定在什么时候存呢 存值 一定在这条语句 准备好编译完之后 再存值 就不会有色录注入的问题了 对 对吧 刚刚只说效率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怎么办呢 我还是准备语句 但是我不知道差什么值 怎么办呢 你只要对应位数就行了 不知道差什么值 我就用问号 占个位 问号的意思是不是就是一问 不清楚 你也不用把它加单眼号 也不用加双眼号 就意味着我放五个问号 说明我插入的要插入五个记录 明白这意思吧 我们先看一下前面的记录 现在是到哪了 是不是 658这条记录 记好这个数据 咱们再插入的时候 数据可要变了 对吧 那现在问题是 我有问号了 我这也执行了 我知道插入什么数据吗 准备了也执行了 不知道插什么数据 我执行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是不是与之错误 对不对 没有参与绑定 对吧 所以我怎么办 绑定 对吧 准备好与之放给服务器 得了 必须将问号跟一个变量绑定在一起 然后给变量一个值 对吧 那问号就会被给上值了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但是呢 问号必须有相顺序的 因为这里边没有别的标识 你只有按顺序去数 第一个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五个网号 对吧 那我们就需要用这个参数 这里边有一个绑定参数的 看到了吗 任何一个参数 绑定上值 但是这个值必须是引用的 必须得是一个变量 明白这意思吧 然后后边是类型 类型跟一块再说 好吧 先用前两个参数 绑定这个参数没问题吧 咱必须得按顺序绑定 因为使用的是问号参数 是不是 绑定 绑定参数 什么参数呢 不是能处了 参数这个问号 也就是将 问号和一个变量关联起来 对吧 那用的函数就是 NTMT里边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BINT P 绑定 那咱们就按下碎序 我将第一列绑定 记得第二参数必须是变量 比如绑定内容上 因为它是引用参数 对不对 你不传变量是没有地质 是没有引用的 然后第一个参数绑定的内容 那同样我几个参数 这个变量非得跟字端相同吗 不一定 咱只为是任何一个变量 变量名叫什么都行 但是我最好变量名和字端名写起一样的 我是不是知道这个变量 它哪个字端是对应的 对吧 所以最好这么起 第二列 第二个问号我绑定什么呢 绑定密码 第三个字端 也就是第三个问号 我绑定什么 年龄 第四个问号 绑定性别 这样的话我通过这个参数的绑定 我就将什么五个问号跟五个变量绑定上了 这个时候给变量一个值 给变量一个值 就会给什么准备好的语句中的对应 什么问号一个值 看到了 那比如说这里边我现在开始给值 $name我给上 idmin 可以吧 一个变量 然后呢密码 $pass等于 比如说hello 然后$年龄等于100 $性别等于 NNN 然后$email等于 这个过程都了解了 现在咱们再说一下这个过程 什么呢 先把这条语句准备编译 好 在服务团等着 对不对 然后将这个问号和一个变量绑定上 变量负上值 就给关号就放上值了 再一执行的时候 这变量是不是就关号放上值了 虽然和我们直接写音色的语句有点差别 对不对 但是这样写 你看这条语句已经准备好了 我给关号任何东西都是当值来算 也就是用户不管怎么给这个变量负值 负什么值都不会攻击服务器了 明白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执行价 看这个时候我们得运行价 插不插入这个数据 插入了 所以同样的一个语句 我们连插入多次的话 我们就保存一张 比如说这块是2.PRP 那我们可不可以绑定一次 我可不可以负值多次 执行多次 你看我这块 这些 后面都加2的 对吧 原来这我都加个1 那绑定一次就行了 对不对 然后只要给不同的值执行 给不同的值执行 那他就会存入不同的值 这样的效率是不是会高 而且还安全 这样承认是不是就最好了 对 所以比原来稍微麻烦一些 但是后边有解决这个的方案 其他数据 里边有吗 没有我插入的这两个数据 对不对 现在我执行一下 当然我写两条数据 我写20次这样写 是不是 他会被插入20次 对 后边带1和2的 是不是就插入进来了 这就是我们 什么 准备好语句的 执行的全过程 有几个 先准备语句 如果有参数 就得绑中参数 将参数 将文号跟变量绑子上 复制执行的一段 如果没有的话 直接准备好 然后多次执行 多次有效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这些课的内容 学习一下 预处理的 整体的一个过程 好吧 好 这些课呢 我们就 接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初学者 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 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楼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